安安啦,我們是 Chris Jones 今天的影片是科學的 有意義的 實用的 再也不批話,再也不做蠢事 因為統計系的學姐跟 免疫系學系的學姐不太牢靠 對,現在是做得不錯有什麼批 然後我們來找到我們的好朋友 歡迎我們的學弟Freddy 你好,你好 多很多工程師第一把交椅 好好好 要開始了嗎? 我們要做什麼? 做一個手機可以架進去的投影機 這是一個很實用的東西 就是我成功了之後 我就可以這樣放在我房間的天花板上 我就可以躺著吃雞 利用大螢幕 或者是看電影 看我們的影片 這一切加起來大概多少錢? 所有的材料 大概五塊吧 沒有那麼貴 三塊吧 還沒有 超級簡單 這個是我的監聽耳機的盒子 配罐器當作小刀 我使用了 自己的剪刀 我來玩瓶 還有膠袋 膠袋是送的 最重要的放大鏡 就是以前家用的東西 然後我們今天如果成功 我們就可以這樣 這個傳品 就必出了啦 第一步是先 把這個拆開來 我要學習這樣一個有用的 我現在就要把這個包裝拆開 首先第一步呢 是用鉛筆或者是原子筆 瞄著放大鏡的輪廓畫一個圓 然後 不要開 原來他被膠袋放起來 因為我們選的盒子 非常的厚 因為厚比較不透光 但是有點太厚了 所以很危險的方式處理這個 好累喔 一大早 隔個三公分的紙就累了 好 發生什麼事 你平常做的時候又要做什麼事嗎 我們都先電腦模擬就好 哈哈哈哈 我們做的東西 手做不太出來 你到底在做什麼 模擬高壓電的那個 東西的結構 在電腦模擬心臟支架吧 在做一些好有意義的事喔 這個邊 不要給我拉拉吧 好 貢獻一下 你要知道他也有貢獻 手靠超尖毛 應該可以了 應該可以了 有用的人 應該可以了 第一步完成了 沒有啊 從裡面放就好了 第二步呢 是我們要用膠帶 把這個靠動力黏在一個 因為這個不好控制這個大小 固定 做好座門 我們現在覺得這一些非常的有模有樣 下一步呢 要在邊邊穿動之後 插手機的傳輸線進去 這樣就可以充電了 就不用怕放了 平常會吃雞蛋 你要穿後面還是穿後面 後面 好 你覺得好就好 你覺得好就好 下一步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固定手機的機箱 可是我這盒子好像太小了 瑞琳也好像在做一些很精緻的手工藝 摺 密起來 這太小了 我覺得 直接買腳架 機箱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瑞琳也太愛笑了吧 不一定會開穿制服 有人說要弄一個會弄髒衣服的 沒有 學校的衣服弄髒沒關係 我原本是想要做牛奶做成塑膠 然後做成固體裝丟來丟去 然後跟他說你要穿 弄髒不會怎麼樣的衣服 還有 三個學校的衣服 我們現在在找任何可以拿來當腳架的東西 已經從燈泡找到餅乾了 看一下我們現在巷子裡面這個多蠢的狀態 可是這就是教大家說 你可以用所有家裡的廢物做出一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先投影出來看看 如果能投影出來 我們再來 真不愧的 應該請關燈 好 現在我們做出來了 變得很大一個 我們要看一下鼻子 這麼大一個螢幕 手機就這麼大 進一看的話 還不錯耶 比我想的好很多耶 很厲害耶 這隻手機 簡直 疲憊 不舒服 痛苦 可以這樣玩 欸還蠻清楚的 你的投影的話 只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好 然後在設定的時候 要用手機 要記得把它引到 調到最亮的 Bandle 然後螢幕要先設放著它見到 然後找一個人在一起擺自光 對 因為我們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家現在是 我們拍攝的時候是個中午的時候 可是我們最後的成果 其實看起來蠻高級的 看起來很專業耶 我覺得是因為用黑色盒子 我也覺得 我擠著盒子可以提升它的質感 然後 裡面 內裝物 裡面有燈泡 有當腳架的燈泡 腳架可以自己在用自己的腳架 就專業一點的 因為我們今天就沒有準備到 手機 就架在這裡 就好 放在裡面 對 然後找一個焦距 好一點的 然後這邊打一個孔 可以 可以充電 然後找一個好一點的放大鏡 可以提升它的畫質很多 我覺得我們是個大成功 對啊 很成功耶 其實蠻好做的 可是比較難的是不好對焦 對對 這樣總共是不到台北100塊 70塊 對啊 做出一個可以用的東西 我覺得很好 可接受的 我也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做這個錢 算了 你們以後多來找這種手做的 好 所以記得 subscribe我們 Follow我們 IG 很想看 在看我們做什麼 在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要做牛奶做焦球 你們如果不說 我們就會做這個東西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謝謝Breddy 謝謝 啊啊啊啊啊啊 有的簡訊 公諸於世